知道 OK 所以接下來我想 再把這個機會交給各位 跟各位分享 那位想聽各位的故事 我沒辦法 有時候我一聽到那個題目 我就會有很多想要分享的 所以 OK 下一位 哪一位 小小的問 等一下 謝謝老師的分享 請說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你這個當對方 我不要說對跟錯 就是如果當對方 真的有攻擊行為的時候 我如何很安靜的去看待 有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 這個問題問得不太好 我說回到平靜 我沒有叫你呆呆的 站在那裡受攻擊啊 沒有嘛 可是因為譬如說 我們會是在某個地方 要 就是我現在固定在某個地方 去做心靈的練習 那我覺得這一兩年 我因為在那邊練習 我覺得很安靜 然後我覺得也 對 可是因為可能 在某些宗教團體裡面 都有激進分子 那該你什麼事 可是他已經對我已經有欣慰 可是我還想去那裡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那裡 你明確地說那裡有人 這個天下很大 這個世界大得不等了 而且有很多地方充滿了很多可愛的人 如果那個地方 有這樣的人讓你覺得擔擾 也許就是你可以選擇另外一個環境 沒辦法超越 沒辦法超越 你有看到我們的執著嗎 你讓我想到一個另外一個故事 曾經有人去問奧秀大師 他去進行 他就問奧秀大師說 大師 我的心都進不下來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進行 然後奧秀就問他說 你是在怎麼樣的環境進行 他就說 我因為我的錢不多 所以我租的地方呢 就是一個 我租在那個修車場的樓上 然後他每天樓下好吵好吵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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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的心都進不下來 我應該要怎麼樣才可以超越 奧秀就告訴他 拜你家 你有看到我們的頭腦 多麼喜歡往那個越困難的地方 我們就想要到那邊去 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不要嫌你的另外一半 是你愛找那樣的人 你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上 有太多美好的事物 而且你走 也並不表示你一輩子就都離開 老天爺要給你更好的 那你不要執著的呆呆的 你不要執著的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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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就是我自己也有 去沙尔士林课程 然后 外里 家里有多 我可以去 我也有很多 可是 那个 你家 姐姐是 非常不坏的 那是谁的事 哈哈 哈哈 如果 姐姐的不快乐 变成 你的不快乐 这才是你的事 所以 听起来你的事是 你不快乐 好 好 ok 好 有一个不快乐的姐姐 你敢快乐吗 你敢快乐吗 就是说这个是 很适合的 你不要跟我 有个不快乐的姐姐 你敢快乐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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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麦克风都不相信 你讲的话 哈哈哈哈 我们有没有另外一支麦克风 那支麦克风 没变的 没变的 你的姐姐 跟她的爸妈 有她们的 游戏规则 那不是 不是 如果有一个 不快乐的姐姐 跟不快乐的爸妈 你都不敢快乐的话 你不敢快乐起来的话 你凭什么 要你姐姐快乐 你姐姐可能也有很多的因素 可以说服她自己不快乐 如果对你来说 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是如此不容易的话 你凭什么 觉得你姐姐应该要快乐起来 如果成为快乐的人 如果成为快乐的人 对你来说 是这么不容易的话 你凭什么认为 对姐姐来说 就应该是简单的 听起来 我常常讲这些话 听起来像绕口灵 但是 你有没有跟着我 因为姐姐不快乐 爸爸妈妈不快乐 所以我也不敢快乐 这是一种 最简单的一种 托词 你因为这样 你不快乐 你姐姐也可以告诉你 很多的理由 她为什么可以不快乐 如果你认为 姐姐应该要快乐起来 那我把这句话送来给你 你 应该快乐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说的 因为你觉得 姐姐应该要快乐 班上的 我应该要快乐 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要成为快乐的人 好 我自己 那是最简单的 那个是一个头脑的游戏 我经常用这个例子 我经常用这样的例子 在跟别人 别人讲这个故事 我椅在那里 我说 我应该要站起来 我真的很想站起来 我好渴望 可以好自由自在的站起来 我真的很想站起来 我妈妈如果快乐起来 我就可以站起来 我姐姐如果快乐起来 我就可以站起来 你觉得我真的有想站起来吗 我如果真的想站起来 我就站起来 真的想站起来 是这样 但是 那一个 可以给我借口跟理由 继续站在这里 所以 如果你觉得 你姐姐应该要快乐的话 把这铁药自己吞下去 你的姐姐需要往哪儿 你是否愿意成为内人 这里面会有很多心理的转折 包括 这是一种对家族的背叛 对姐姐的背叛 对姐姐的背叛 因为很深的地方 就像我才讲的 unconscious的内容 正忠诚 你的不快乐 是因为你对姐姐的爱 unconscious 无意识的爱 所以你才复制 姐姐的那个情绪 所以真正你要帮姐姐的方法 就是 让自己快乐起来 成为那个网友 然后你身边周围的人 会因为看到你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他们才敢 在无意识当中 在无意识当中 离开那个不快乐 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议题 这是一个 它是一种 你如果要更 说再多一点 它甚至于 还有民族性的议题 家族性的议题 所以我们要跳脱 父母亲的 那个家族性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的父母亲 你的姐姐 都希望你快乐起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 怎么帮你 You don't know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帮你 因为他们自己 也不知道 怎么交换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够勇敢 可以活出来的话 他们会很开心 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可以看到 他的命 他可以看到他的儿子 是开心的 最起码 他不会有那个罪恶感 说 因为我的不快乐 让我的弟弟 或让我的儿子 不快乐 他们只需要承担的 那个 会少很多 最起码 没有加上一纸条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 不容易 但是 当我们的内在懂了 知道了 你就可以 朝着那个方向去 OK 谢谢 没有办法